哈囉大家好,歡迎收聽有點毛毛的 我是Aries 我是Stanley 貓咪狗狗年紀大了之後 很多身體的感官功能都在慢慢的退化 但是各位家長莫及莫驚慌 因為我們今天就邀請到 會思考的狗行為獸醫師徐立寧 徐醫師來跟大家聊聊 加油老毛孩的日常照顧心法 歡迎徐醫師 大家好,我是徐醫師 講到寵物老的這件事情 Stanley你身邊有什麼例子嗎? 老實說我身邊大概有兩個例子 然後在這兩年裡面 其實有一個感觸非常深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這個故事其實在我大學的時候 那個租屋處 然後那隻狗狗是他叫做寶寶 主人的工作是個股票分析師 認識大概有10年了吧 然後他養了這隻白貴賓寶寶 他一開始都會讓他覺得 他很喜歡出去散步 然後很常在電梯上面遇到他 一步一步看他長大然後變老這樣 直到這次疫情爆發 然後有一個過年要送烏魚子去給他的時候 然後發現那隻狗狗躺在門口的軟墊上面 然後都一動也不動 然後就對我的一點感覺都沒有 就是正常來講 我們這狗狗常常會熱情 來來來來 然後甚至會吠叫 但他都沒有感覺 然後就會躺在那邊 之後發現他那個軟墊上面 出現一些尿漬 然後發現說他是不是有一些 類似漏尿的問題 朋友就說寶寶好像老了 原本喜歡出去散步 然後也不去散步了 然後原本喜歡吃的東西 然後也對他一點感覺都沒有 然後對於生活啊 對一點熱情都沒有 然後讓他覺得非常非常的焦慮 然後之後我到前幾個月 朋友還跟我轉職說他已經離開了 到那個時候才發覺說 其實狗狗啊 衰老之前要做一些很多提早的準備 然後就是像是關節問題啊 或是運動的重要 甚至是飲食的部分都需要注意 那所以現在我超級關心 我們家MITI的一步一步的成長 對啊 因為我覺得就是最難過的點是在於 你本來認識他的時候 他可能其實很活潑 很開朗的狗狗 可是你就是慢慢看 他一直在 一直在退化 一直在睡覺這件事情 對啊 這真的會很焦慮欸 那那個寶寶這樣大概是幾歲離開啊 因為他是領養的 所以可考的歲數大概是17歲左右 那這樣就很長瘦 那因為我們領養的時候不是小狗嘛 他就是已經可能可能兩三歲了 所以我們詳細的幾歲 我們還是不太清楚這樣 那醫師可不可以幫我們就是稍微解釋一下說 貓咪跟狗狗是大概到幾歲開始 會進入老年期這樣的狀態 我想要先談一下就是Stanley剛提的故事 非常多的detail 送什麼東西在什麼地點 那個都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 我聽到最重要的東西是 這個四族啊 在你提到說這隻狗狗現在這個狀況 他說了一句話就是狗狗老了 但是這個老了啊 他好像反映出這個四族的一個心態就是 他老了 所以很多事情都比較沒關係 這樣我覺得聽起來好像是有一點消極 但是其實我們的立場啊 就是收益立場 我們會覺得老了不代表說他一定是 生活品質一定會衰退 因為其實你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比如說是早點做檢查啊 你早點知道他現在哪一個器官正在衰退 你就可以超前部署 然後讓他之後的生活品質可以好一些 嗯 所以老化本身他並不是一種疾病 他並不是說一個沒有辦法去治癒的事 所以剛剛聽到Stanley那個故事應該是 最難過的事情是他第一個就是 行動沒有很良好嘛 以及就是他排便排尿聽起來好像比較困難 以及好像自己沒有辦法控制 這兩件事情就會很快讓他生活品質下降 那之後的後面就是 冰白如山倒的衰老這樣子 剛剛講到超前部署真實啊 我們就要提到狗狗跟貓咪他幾歲算是衰老 我們要提早去做準備 那我們一般會建議像貓咪的話 他11歲就已經算是 真的是邁入老年了 可是如果是狗狗的話 因為跟體型有關 就是老年大型犬的話 他老化速度會比較快一些 所以大型犬我們可能會抓7歲左右 我們就會說他是老年 那小型犬那種就是急娃娃麻急死 他可能11歲 我們才會覺得說 他現在已經是步入老年了 當他老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要對他的身體 更多加的照顧 那如果是可以每半年 每一年去做一次健康檢查 早一點知道他哪裡 問題出在哪裡 或者是說環境啊 飲食上啊等等去 積極的去幫他做一些 預防退化的一些措施 這樣子會好一些 提早對症下藥 對對對 我們現在在網路上很常見 就是有一個公式 說人類一年 等於貓狗的7歲 這樣子的一個算法 是不是其實就不太準啊 這個非常非常大概 對就是他真的只能是一個參考值而已 那我會比較建議 不要說等到他11歲了 或者是等到7歲了 我們才認為他老化 應該在這個時間點之前 我們其實就可以去做一些預防的事情 其實現在很多人的寵物啊 其實是都是撿到的啊 或者是領養的啊 因為現在比較流行就是這樣的代替購買嘛 那可能也不太清楚他們到底是幾歲 那除了就是歲數之外 有沒有一些就是 比較清楚的一些初老的一些症狀 可以做判斷呢 開始老化一定是跟這隻狗狗年輕的時候相比 所以如果是你剛撿到他 你就覺得他好像有點老 這個可能不一定很準 因為也許本來個性就是很淡定 就大家都沒什麼反應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搞不好很年輕 但他本來就很淡定 但是如果說是初老的症狀的話 我可能會第一個像是身體系統 第一個像是關節的部分 就是蠻容易會在年紀慢慢變大 這個部分就有人會出問題 所以像是活動力下降啊 那另外還有就是感官功能下降 就是他的聽覺啊跟視覺等等 可能就是沒有辦法像年輕的時候這麼發達 所以你會覺得他看起來好像 整隻是比較對外界的反應沒有那麼靈敏 然後像是社交需求啊 這個都有可能是慢慢下降 會讓人比較困擾的是 就是譬如說會帶來醫院 因為老化需要早期處理的 第一個我覺得是睡眠失調這個問題 其實睡眠失調就跟人一樣 就是狗狗會有這個狀況 跟很多人在慢慢進入年老 也會開始有睡眠失調的狀況 對對對 你說出勞的狀況就是 欸晚上開始睡不著 但是睡眠失調其實是 我覺得這四組會很辛苦的 就是狗狗晚上睡不著你 通常你也睡不好 就會因為這樣就帶到動力院來 是不是會有一些低迷或廢教的一個情況 對啊 就是還有會墮布 你晚上如果聽到他在那邊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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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如果你是四組你就會覺得 他現在可能是 譬如說有什麼需求沒有滿足 或者是他在幹嘛 他現在是不是在擔心什麼事情 你在害怕什麼事情 他如果表現的是晚上不安的樣子 你也會覺得晚上不安 那你們兩個就會 生活品質都沒有辦法顧得很好 睡眠失調是一個我覺得 很常是老化的第一個症狀 會需要帶到醫院來處理的 我平常在收容所服務 然後我們志工隊 大概從去年底開始 有在支援幫忙照顧 我們那邊的長照群 就是一些年紀比較大 或是有身體殘缺的狗狗 所以我其實對摔叭叭這件事情 最近蠻有感的 我覺得最直觀的 其實就是醫師剛剛講的那幾個 第一個就是感官 就是他們很明顯的 就是整個感官就是變遲鈍了 他對環境的警覺性都變得很低 比方說什麼眼睛變得比較 揉揉 對對對 然後就這個超明顯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 我們在已經在放飯了 然後肉都已經放在他前面 但他就是沒有發現 可能就是沒有聞到 還是怎麼樣 或者是有其他的狗 或是我們志工要靠近他 他也是完全沒有察覺到 所以他就很容易被嚇到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也是行動的部分 因為我們都會帶狗去散步 就如果他們願意走的話 還是會想說 好像可以帶他去稍微走一下 但年老的狗狗很明顯 就是他們走路一定都是這樣 一步一步慢慢走 對對對就有一點 然後可能有時候還會搖搖晃晃 然後可能走一下就要休息一下這樣 對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 這是我當志工之後才發現 就是有時候我們看狗狗的體態什麼的 就是從上往下看的時候 會發現年紀稍微大一點的狗狗 他們好像上半身也都還是蠻圓蹭的 可是下半身就有點消下去的感覺 對我就想說 這個算是肌肉流失嗎 還是怎麼樣 對對對 從下半身開始那種扣揉的感覺 對就是有點 我就想說狗狗是不是老了 確實也會有這個狀況 我先就最後一個那個肌肉流失 這個其實真的跟那個人的老人家 一樣會有這個狀況 我覺得比較明顯的像是就是後肢 你從後肢 因為後肢的大腿那邊肌肉是很明顯 很明顯就可以觀察出來 這邊的肌肉變得比較薄 因為Aris剛剛講的那個狀況比較極端 他在收容所 那收容所他的動物一定都是 你再怎麼樣給照顧 基本上其實都蠻有限的 可是如果是你自己家裡的狗狗的話 你其實可以在他快要慢慢變老的時候 多給他譬如說蛋白質的補充 然後盡量讓他有一些後製的運動 然後如果你開始覺得說 他好像走路越來越不太舒服 或者是緩慢的時候 你就可以帶他去 譬如說像是外科或者是復健的動物醫院 動物醫院都有針對這方面 去幫他做一些像是復健或是肌肉鍛鍊等等 就是水療之類的訓練 這是都可以做的 但是還是回歸到前面講的那件事情就是 其實這個都會 如果超前部署會好一些 這就讓我想到就是 有一些狗狗像我們剛剛講的寶寶 他會有一些漏尿或是甚至失禁的一個情況 甚至會在家裡到處上廁所 但這些狗狗有些習慣出門上廁所 那又有些狗狗其實使用一些尿布店 牠們這些會有一樣的困擾 是因為老狗比較容易 發生一些泌尿上面的問題 又或者是說跟牠們的行動能力有關係呢 都是欸 都是 對啊 因為大小變失禁 或者是不當便秘 牠其實是一個超級大的議題 因為牠就是一個症狀 可是如果我們講到症狀的話 牠裡面的原因會有超級超級多種 然後剛好老年牠又是一個 各種問題都很容易出現的一個族群 對啊 所以其實任何泌尿道系統 牠只要有出狀況 膀胱啊 腎臟啊 或者是其他內科問題 譬如說牠是糖尿病等等 牠如果有多尿的情形 以及就是剛剛講的 在老年犬都很容易出現 任何泌尿系統的問題 或者很多內科問題 甚至一些外科問題 像我們剛剛講的骨關節 牠都可能會造成在家裡 不當便利的那個狀況 那你說情緒問題會不會有 當然也有可能 因為其實有很多狗猫 牠會用排尿的方式 來表達一些訊號 就是尿裡面會有一些非洛蒙 其實有很多老年的狗狗 會有分離焦慮問題出現 對 所以牠可能失去了時間感 就是有很多老人家 跟狗狗都一樣會失去時間感 牠不太知道 世主什麼時候會回來 那牠可能就會用這種方式 然後來標定幾號這樣子 然後有點像是 希望世主發現我在這裡 還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還蠻值得提的 就是蠻多的母狗 尤其是絕育後的 牠在老年其實蠻長 容易會有 擴躍記憶的功能比較不全 所以會有漏尿的這個情形 特別要提這件事情 是因為 第一個牠比例算高 第二個牠治療的反應通常會不錯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給藥就可以 然後我覺得應該是說 牠是一個CP值很高的一個疾病 對世主來說又是一個 很容易治療 然後很好可以改善 生活品質的一個做法 所以其實 如果有發現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真的還是趕快帶去動醫院 對 因為也許其實是很好處理的 不要再到後面 就發生到已經沒辦法收拾的情況之後 就會變得比較可惜一點 但如果像很多狗狗 其實牠是有一些牙口上面的一些問題 你就看得出來牠是一隻 可能有點上了年紀的狗狗 那沒辦法像以前一樣 就是狂咬一些磨牙的那種大骨頭 或是把飼料吃得滿地都是 或是甚至牠沒辦法好好的下咽 甚至也有需要主人就是一口一口 然後親自餵給牠吃這樣子 我還有聽過一些狗狗 就是牠口腔狀況其實很好 然後但是牠會變得不喜歡吃飯 這到底要怎麼辦 剛剛Stanley講的那個狀況 我就會分成兩個 第一個是口腔問題 口腔問題它其實就是醫療問題 就是跟你的 有時候會需要去看牙醫其實是一樣 對呀 那以狗狗而言的話 第一個 你當然是也許早期可以幫牠保持一個 比如說刷牙的習慣 如果你跟牠關係還不錯 其實是可以考慮做這樣的訓練 那現在也蠻常有這樣子的宣導 但是不管怎麼樣 其實你每一年每兩年 大家去做一次洗牙或是口腔的健康檢查 其實這個都是蠻必要的 因為牠牙齒是要使用一輩子的 那除了就是牙齒或者是口腔本身的問題之外 年老的狗狗或者貓咪 牠當然也會有嗅覺衰退的問題 因為屬於感官的一環 那嗅覺衰退了之後 牠等於是對食物誘食性跟興趣就沒有那麼高 聞不太到 那牠就會忘記吃飯這件事情 牠也沒有辦法勾起牠現在想要吃飯的這個興趣 我覺得還有一個值得提的事情是 就是其實狗狗跟貓咪牠口腔裡面的味蕾 沒有像人類那麼多 所以牠們往往是比較在意那個東西聞起來怎麼樣 然後沒有那麼在意牠那個東西吃起來怎麼樣 所以如果你是冰箱拿出來的那個罐頭 那個連整可能都沒有什麼興趣 那如果說譬如說微波加熱一下 然後讓牠的味道可以再揮發一下 那狗狗跟貓咪就會覺得這個東西聞起來比較香 我會對這個食物比較有興趣 所以食欲這件事情其實是要從牠的嗅覺這方面去努力的東西 我們原本都用錯方向了 對 因為我們剛剛開錄之前我跟史丹才想 可能就是狗狗貓貓吃到一些我們吃不到的味道 對 方向完全錯誤 反而是人類的 比如說像貓我們知道牠是吃不到甜味 有一些我記得有一些鞍基酸 然後牠身上感受不到 所以牠們對於味覺這件事情其實沒有那麼側重 而我們都知道狗貓的嗅覺是很靈敏的嘛對不對 所以牠們去接受事物 以及就是第一個決定我有沒有興趣 我喜不喜歡 其實跟嗅覺非常有關係 那我覺得年紀大的狗狗除了食欲之外 精神跟情緒好像也蠻重要的 因為我就想說牠們年紀大了嘛 可能像我們前面提到的狀況 都會讓牠們的身體越來越不停的使喚 甚至就是有一點病痛 哪邊痛哪邊不舒服什麼的 那牠們可能就會很沮喪 因為牠們可能就會覺得 欸我為什麼以前可以現在不行 對 我也不知道牠們了不了解這種感覺 但我覺得這個心情上一定是會受到影響 是不是跟 是不是跟有些老年人不覺得自己老人 然後覺得牠當年的時候還可以做這些事情 然後例如說去跑不慢跑什麼 因為這就是有個落差感 所以我覺得這個沮喪的心情還蠻能理解的 對 然後像我平常在那個長照的時候 我們那邊最常發生狗狗生氣的事情 就是爭寵 就是比方說我在弄東西弄來不然 第一隻狗來跑來跟我呆呆逃摸 然後這時候第二隻狗看到我 牠就有一個跑過來 牠也要 但牠只要一碰到第一隻狗 第一隻狗就生氣 牠就轉過去去廢牠 然後就這樣 對牠們就很容易爭寵這樣 對要不然就是像我之前 有要幫一隻狗狗 也是老狗狗 然後幫牠點那個眼藥水 但我就想說可能是我有點過於粗魯 所以牠可能就突然就 欸 怎麼就被抓住 然後就被捧住臉這樣 不知道要幹嘛 牠就想咬我 但因為牠動作有點慢 就沒有咬到我 對 後來就知道說就是像 像這種狀況都是要多安撫牠們一下 我確實這邊會有很多氏族 是狗狗老了之後發展出 比如說焦慮的問題 或者是分離焦慮 或者是容忍度比較低 就是牠年輕的時候可以做的事情 老年之後牠就不准你做了 因為這樣帶來求診 那確實也會跟狗狗老年之後 牠覺得牠自我的照顧能力不好 牠就比較容易產生一些焦慮的問題 那像 Aris剛剛講的 尤其在收容的時候 我覺得牠一定會更明顯 因為牠其實旁邊會有很多狗狗 都是牠潛在的競爭者 那如果有這麼多競爭者 然後牠又發現自己的能力 沒有辦法像過去這麼好的狀況之下 牠的焦慮一定就會產生 那一樣我覺得其實在這個狀況 我們可能還是給予個別的照顧會比較好 還是收容所 對 就會比較困難一些 但是如果是在家裡的話 比如說像Aris剛剛講的 那個鹽藥水那個部分 如果說我們已經知道 牠眼睛也許以後會需要長期點藥水 或是牠可能會需要做其他醫療照顧 你就可以在牠年紀還沒有這麼大的時候 可以開始做一些醫療行為的減免 比如說你不要一下就去碰牠的眼睛 你可以先從碰牠的臉開始 碰碰牠的臉 然後沒事就去碰碰牠 那有時候你甚至碰牠的臉的時候 就給牠淋死 然後碰碰臉 然後再碰碰眼睛 你一下去低影藥水 牠一定會覺得這個感覺是刺激的 是超乎牠的期待的 牠會覺得你要幹嘛 對 但是如果你是循序漸進的話 讓牠習慣這個過程 牠其實之後都會比較好接受 但是一樣我們還是回歸到一件事 就是如果超前部輸牠就會輕鬆一些 就是可以先練習 先讓牠有點提示 慢慢適應就對了 那我另外一個在我們長照區 有觀察到一個狀況是 有些狗狗牠就真的睡一整天 然後我都會想說 尤其牠如果那陣子 又沒有吃的像以前這麼多 我就超緊張 我就想說我是不是應該要叫牠起床 然後就是帶牠去散個步什麼的 睡眠時間增加在老狗老貓 這個確實會 比如說睡到12個小時 這個我覺得在老狗老貓都還算可以接受 但是我們還是會希望讓牠有一些正常的活動 可是有時候比如說 牠是在家裡的休息區 然後牠很不想跟其他狗貓貓互動的樣子的話 我覺得可以不用勉強牠 我們可能比較難去抓的事情是 現在不知道要不要叫牠 那你可以做的事情是 譬如說你固定每天就是某個時間 就是散步的時間 譬如說我們就是一直都很routine 從年輕到現在就是下午7點是散步的時間 那你就是還是在這個時間去邀請牠 那通常這個動作你可能是拿出千層 或者是拿出鑰匙 牠總是會有一個動作是 你這麼做牠就知道你要帶牠去散步 那你邀請牠要不要跟你去這樣子 我覺得像這個時候啊 過去都是你帶牠去散步的時間 你還是可以在這個時候去叫牠起來 如果牠在睡覺的話 還是可以邀請牠 那一樣如果牠都不要 我覺得那就算了 那就表示說牠身體有一些 可能現在自己不太舒服 或者是病痛的部分 就讓牠現在覺得跟你其實散步 不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就還是要稍微觀察個個狀況 盡量用日常習慣的方式 去維持牠的那個運動量這樣子 對 沒錯沒錯 所以這樣聊下來 其實讓我有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像我們人啊 常常很擔心這是我們家家長啊 或是老人會有一些失智症上面的問題 但是讓我想到說 在一些臉書的寵物社團裡面 也有看到 常常看到一些年紀很大的 貓咪啊 狗狗啊 就是會有一些失智的一些狀況 就是可能會想不起那些指令 或者是甚至忘記牠的主人啊 或是牠尿布店的位置 或者是說牠會半夜突然會有一種 哀嚎的一個聲音 我們常常去那邊也有 就是有一隻黑狗 牠很小隻 但牠叫哥吉拉 平常牠就是出來的時候 牠就會自己一直瘋狂繞拳 就你只要沒有打斷牠 牠就是瘋狂繞拳 然後另外一隻 就我剛剛幫牠點藥水那隻 牠叫馬花 牠有時候就是出來散步的時候 就真的旁邊什麼東西都沒有 寬敞到一個步行 但牠就會自己突然擠在牆角 好像卡住一樣 然後發出哭聲 對 那這樣醫生就是可以幫我們就是稍微解釋一下 狗狗的那些失智的一些狀況 那失智症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疾病 對牠們的生活上面啊 或者是牠未來照顧上面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 狗貓的失智啊 現在會用認知障礙這四個字啦 但是其實牠在機制上的話 我們真的可以說牠其實跟人的失智蠻類似的 就是牠也會在差不多的地方 有差不多的病變 然後出來的症狀也會差不多 對對對 只是說人可能我們可以口述 我們會可以講話 表達現代的感覺 那狗的話 牠可能出來的那些症狀也許跟人就沒有那麼相似 但是牠其實一樣都是 比如說牠是記憶的衰退 然後方向感的衰退 新的記憶也沒有辦法再形成這樣子 機制上是蠻類似 但是展現出來的症狀可能沒有那麼像 意思剛剛講那個方向感迷失 是不是就有點像我剛剛講的那樣 牠會突然自己卡在角落 好 Eric講到這個其實蠻後期的 但是我可以講一些 我覺得看起來比較前期的一些症狀 就是方向感迷失這個在狗狗 有時候你不太知道牠什麼樣子表現 叫做方向感迷失 我覺得我這邊有好幾個個案 牠其實跟我回饋都有一個狀況 就是狗狗會在家裡走到走廊 通常家裡的走廊都是各個空間的連通處 比如說房間或是客廳或者是廚房 牠就會走到走廊 然後一巴掉下來 牠就走到走廊然後停住一巴掉下來 看起來像不太知道牠要去哪裡 就是一臉很迷茫 我是誰我在哪裡 過去可能有個規律 比如說晚上七點要放飯的 牠以前都會知道晚上七點 我就要從客廳走到廚房 但牠現在是我從客廳走到廚房 走到一半牠就停下來 然後一巴掉下來 然後就是定在那邊這樣子 一副忘記自己要去哪裡的樣子 這個就是會是比較早期的狀況 但是其實很多氏族在這個階段 牠可能沒有意識到 這個原來就是要做方向感迷失 但牠其實也有可能是記憶衰退 就是轉奇蹟就是我忘記我剛剛在幹嘛了 這是跟老人家其實蠻類似的 忘記關火 那半夜嚎叫這件事情 也是說比方說牠覺得心情不好還是不舒服 牠在表達嗎 第一個就是可能跟睡眠失調有關 睡眠失調其實牠一直都會跟很多 比如說像是人的失智症 或者是狗貓的認知障礙 牠其實一直都是綁在一起的 你睡眠失調 接下來你可能腦部的一些神經就沒有辦法好好的說服 所以你的衰退跟老化就越來越快 你想想看牠如果是 比如說白天睡得比較多 然後晚上睡不好 然後睡眠片段話 牠晚上醒來的時候 牠其實也不太知道自己要幹嘛 然後就會進入一個 我忘記我現在要幹嘛 然後就會有一點不安跟焦慮那個狀況產生 然後所以可能就會有一些比如說呼救那個狀況 在不對的時候醒來 然後醒來又感到焦慮 可以跟大家提醒的事情是 就是如果睡眠失調 牠到動物院求診 其實我們是有藥可以用 牠其實是一個CP值比較高 對對對 就是治療起來其實牠沒有那麼困難 然後牠又可以很好的改善自主的生活品質 那四肢症件事情牠是可以預防或是治療的嗎 那我們如果要提到預防或治療的話 我們都回到機制面 就是這個疾病是什麼產生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就是很多報告都顯示 其實狗狗跟貓貓以及人類的失智症 其實機質都蠻類似 牠都會跟一些像是氧化淚澱粉的沉著 然後還有老了之後 我們神經沒有辦法像過去這麼有效率的使用單糖有關 所以其實現在市面上會有一些 或者是藥品或是營養品的部分 可以去針對這些部分 像是譬如說有一些MCT 那牠可以去提供能量代謝 還有就是抗氧化的部分 還有其他藥品 就是如果針對這些機制的話 其實我們都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的延環 所以我們今天聊了這麼多 在一些日常照顧上面 就是有關於資質症的部分 這四肢的部分要做什麼樣子的陪伴 或者是照顧會比較好呢? 我覺得其實四肢自己的心態可能蠻重要的 像我們從一開始到現在 以狗狗那一端的話 我覺得可以做到就是朝前部署 因為你早點發生牠什麼問題 你可以早點給牠一個準備 然後其實對之後的生活品質都可以提升 但是以四肢端自己的話 我覺得可以調整的心態 包括說 第一個你要知道牠可能會是一個不可逆的 就是牠現在這樣子 可能沒有辦法像回到像過去這麼 就是健康快樂這樣子 那能夠維持一個尚可的生活水準 覺得其實就已經很棒了 要記得狗狗就是學習能力啊 就是習得新事物的能力 也沒有辦法像過去這麼好了 所以如果很多事情可以朝前準備 我覺得這也是 比較不會讓氏族產生那種後悔的心情 蠻多氏族如果走到後悔的階段 要再回頭 這個我覺得是會有一些心結難解 對所以心態的調整我覺得蠻重要 早知道當初怎麼樣怎麼樣 對對對 那如果是比方說我們四肢 在跟狗狗貓貓互動的這個方面 或者是比方說我們家裡啊 那個佈置環境什麼的 這部分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剛剛有提到就是其實有些狗狗 牠的社交需求可能會下降 就是牠不會像過去一直找人玩啊 或者是沒有辦法有這麼好的活動能力等等 所以在互動上面的話 第一個我們可能可以給牠一個 家裡是一個比如說休息的地方 像類似核心領域這個概念 當牠如果想要在裡面休息的時候 我們就是盡量不要打擾牠 那可能也要跟家裡的人約定好 尤其家裡有小孩的話 就是要跟小孩要跟他們說 不要太過度的去邀請牠 你可以跟牠打個招呼 但是牠如果不想要出來 那個其實沒關係 那如果想要出來跟大家互動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跟牠互動 如果牠想要待在裡面 那個沒有關係這樣 所以一個休息的區域 我們可以規劃給牠 那另外的話 我覺得還有一件蠻重要的事情 其實不管是年輕狗還是老年狗 照表操課 維持生活的規律感 這個是蠻重要 尤其在老年狗狗 很多時候其實牠沒有辦法 應對生活當中的一些變化 牠沒有辦法像年輕的時候 就是遇到什麼事情 任何壓力 牠都想出辦法可以解決 所以牠如果對生活中 每天發生的事情 比如說 世主什麼時候出門 什麼時候回來 什麼時候吃飯 什麼時候上廁所 這個都保持一個規律的話 其實牠就會很知道 牠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情 這樣子生活上的焦慮感 其實就會降低很多 狗狗會比較有安全感的那種感覺 然後因為會有一些世主提到 其實現在也有一些單位在宣導 就是我們可以去幫狗貓的老年 做一些環境的豐富化 但這個我覺得必須要去提醒的是 其實這個事情 牠的豐富化 以及牠的老年可以去做的一些遊戲 可能沒有辦法像跟年輕的時候相比 所以你當然是可以帶牠去見一些市面 然後或者是做一些新的遊戲等等 但是那個程度可能 比如說像你在家裡玩玩玩具 那種程度就好了 而不是說牠以前沒有看過海邊 所以我現在帶牠去海邊這樣 這個可能對牠來說是太刺激了 所以你還是要適度的 帶牠做一些挑戰 或是有一些帶牠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可能那個 但是那個程度會需要非常非常的低 我會先建議在家裡玩一些 比如說像是樓食玩具這類的東西 這種程度就好了 就不要反而弄一個太難 然後牠就很挫敗 什麼都做不到 那樣反而是會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先從低程度開始 這樣其實就比較保險 但我們要以最根本來說 就是我們寵物本身的狀況還是比較重要的 那市主在觀察照顧毛孩的健康的時候 有什麼比較基本的原則上面的問題 就是我們要必須去先去遵守牠 然後再去進而照顧牠這樣子 剛剛Stanley講到就是身體還是最重要 那其實這個我當然是非常非常同意 因為其實即便是情緒問題 或者是我這邊有很多情緒問題 很多很多都是生理疾病衍生而來的 生理疾病要怎麼樣去預防 我覺得在老狗這一段 有時候其實它會是一個太廣泛的題目 所以其實我還是最建議 其實半年代去做 帶一次做健康檢查 因為有時候在市主這一段 也許沒有這麼高的敏銳度 但是你跟醫生聊一聊之後 他會發現說 你講的那個狀況好像怪怪的 我們好像還需要再做其他的檢查這樣子 那像醫生剛剛前面有講到一個 我印象的深刻是 平常就可以做的一些特殊訓練對不對 因為其實每隻狗狗身體狀況不一樣 譬如說短蚊犬 牠的眼睛是很容易比較外露的 然後牠可能也會有一些 譬如說眼睛的一些會需要保養那個部分 那你可以就在 譬如說健康檢查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隻狗狗 牠可能以後是會需要點飲藥水的 那就是在牠年輕的時候去做這個訓練 或者是說這隻狗狗 牠以前曾經有過腎臟的問題 那牠以後很可能會需要常常打皮下 去打皮下鼠疫 那你就會知道說 在牠身體還沒有很差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這些訓練 但是想要去強調就是 等到牠年紀大的時候 第一個牠其實去面對新事物的能力不好 然後學習能力不好 很多老狗老貓牠就是一個 這個不要那個不要 對 沒有辦法接受新事物 對 自己狀況已經不好了 然後在這時候你要去做很多新的意料處置 其實這個對氏族跟對狗來說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 所以會去強調要早一點知道說 牠未來很可能哪一個系統會需要去做醫療照護 那你就可以早一點去設計 那一個部分的相關的一些居家的照護的練習 像可能狗狗跟人類都不會這麼挫折啦 對 沒錯 然後有一個我還蠻好奇的就是 像我們剛剛講的這麼多的 不管是疾病啊什麼的 可是像我們都會想說 年紀大了好像就是要補充更多的營養 可是好像老年的狗狗貓貓 他們的消化跟吸收卻反而是比較不好的 那醫生這邊對於他們的可能飲食把關方面 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或者是會建議說要額外補充一些營養食品嗎 我覺得比較簡單的回答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其實體重控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對啊 我們常看到要不就過瘦要不就過胖 那如果過胖的話 衍生出來比如說關節啊 或者是行動能力啊 然後以及就是整個活動力都不是太好 那如果過瘦的話我們可能要去想一下 他是不是比如說腸胃道有一些什麼長期的問題 或他現在的飼料是不是有什麼 或者是餵食方式等等 是不是有什麼需要調整的地方 總之我們盡量把他的體態保持在一個 我們覺得還不錯這樣子一個水平 那另外就是針對老年動物有一些 比如說是不是像是關節的部分啊 很容易會出現問題 那我們可以提供給他一些 譬如說葡萄糖胺 或者是說魚油這類的營養品 就是讓他的關節做保健 那中速神經系統的部分 像是失智症 或者是認知障礙這個預防 那其實也會有一些營養品 或者是說飼料等等 都是可以針對這個部分 去提供他一些比較好的輔助 沒有錯 因為我們今天冠能就是退出了 小型級迷你熟靈犬7加mct的活靈配方 添加中鏈脂肪酸 提供狗狗大腦運轉所需的營養 幫助思考力保持積極敏銳 不但嗜口性超好 還含有超優質的營養吸收 都是專為熟靈犬設計的喔 我們跟毛孩朝夕相處了一輩子 發現寵物真的老了 那一刻一定會非常非常的感傷 也很害怕說再見的那一天到來 但其實生老病時其實是必經的階段 我們應該把握當下的時間 好好地陪伴給予他最好的照顧 維持狗狗貓貓良好的生活品質 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今天謝謝徐醫師跟我們 非常專業地分享很多關於 老年照顧的知識跟心法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都跟我一樣 覺得學到很多 那我們今天就聊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話 歡迎留言訂閱給五星評價 每週一準時收聽有點毛毛的 大家掰掰